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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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这还不简单 谁这么刚好有孔雀山庄的解药 再说 你这么爱哭 那双水汪汪的眼睛谁能忘得掉 你是说你一直都忘不了我啊 你说你一路跟着我 这么说我的事你都知道了 嗯 我都知道 叶大哥 我真想不通 为什么你会为了那个傅鸿雪 这样的出生入死啊 可他那个娘却一点都不领情 还对你那么凶 要不是怕被你发现 我早就出面教训他了 别 这不关你的事 原来还是不关我的事啊 怎么了 你的伤口还疼吗 对不起 有些事情一时也解释不清楚 甚至连我自己都搞不太清楚 你跟那个傅鸿雪 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你会舍命去救他呢 你不肯说 那就算了 你不会怪我吧 我怎么会怪你呢 我只知道 这件事对你来说很为难 其实 你知道我很好骗的 但是你却宁可不说 也不肯随便 编个理由来骗我 这就证明你是真心对我好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生气呢 这倒是真的 你看那个周婷 十八般武艺都使出来了 却还得不到傅鸿雪的心 相比之下 你轻轻松松地 把这个风流倜傥的浪子 骗到手 还能不开心吗 你说什么呢 公子 你已经喝了一整夜不能再喝了 公子 明姑娘回来要是看见 会不开心的 我喝我的酒 她有什么不开心的 再说了 她现在还哪有功夫来管我 你真的很开心吗 明姑娘 你来得刚好 来来来 再陪我喝一杯 我跟红扇说 我喝的是开心酒 他们都不信 我知道 只有你最了解 我到底有多开心 傅鸿雪 从铲雪大会上毫发无伤地脱困 你说你开心 你这么做 是为了让我担心吗 你还会为我担心 你明明知道 我一心一意地想要铲除傅鸿雪 你为什么还要帮她解困 说实话 这段日子和她接触 我发现她其实是个正人君子 所以 所以 所以你就对她动了感情 对不对 我真的后悔当初 让你假扮成翠农 去接近傅鸿雪 人家说戏假情真 我真没想到 这么聪慧的你 也会深陷其中 胡说 没有那回事 好 既然 我杀不了傅鸿雪 早晚有一天 还是会死在主上手里 与其以后 活着忍受痛苦 我还不如自我了结 你够了吧 你为什么要救我 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活着有多痛苦啊 你明明知道 我对你的感情 我为了能配得上你 才处处讨好主上 我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 好了 你喝醉 不 我没有喝醉 我没有比现在更清醒的时候 我终于有勇气 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我知道 你对我的好 可是我是一个没有资格 接受情爱的人 不 不是这样的 只要主上答应传媒给我 我就立刻废除掉这些规矩 我知道 这是我们的承诺 我会说到做到 这么说 你答应帮我铲除傅红血了 要想讨好主上 我们还有很多办法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没想到 这次蝉雪大会无功而返 还给龙掌门惹来麻烦 贫道愧疚万分 这都是我咎由自取的 也连累了各位掌门 今日一别 也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龙掌门是不是怕附红血复仇啊 灭绝狮子道的威力 我是亲眼目睹的 恐怕不久的将来 我也会落得跟落掌门一样的下场 谁让二十多年前我听信别人传言 以为杨盟主有意要为难我 杨大侠不为难你 傅红血一定会为难你 横竖参与这次蝉雪大会的人 他一个都不会放过 与其等他来杀我们 不如我们团结一致 主动出击 荒唐 太荒唐了 傅红血虽然凶残 他毕竟是在为傅报仇 想找出真正的杀人凶手 你父亲遇害过程疑点重重 你不找出疑点所在 还颠倒是非不分黑白 就这点傅红血比你强多了 师太 你不会真的相信傅红血吧 你们看 那边突然起了那么大的伤 真是太奇怪了 大哥 你的伤还没好 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这点伤算不了什么 还没有找到傅红血 没有 蝉雪大会之后 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该不会有什么意外吧 对了 今天是我义兄的忌日 我们到坟前去看看 我怕六大门派知道了 会找他麻烦 我还怕他们不来呢 谁没关系 那你不要换 我快要打赞 我的天啊 都市场不上的 这些人才不要找他 要找他 他自己有兴趣 小人 他自己有兴趣 他事 你为什么有兴趣 还要是学习 他不想了 你早就一直救了 六大门派人人徒步离开 无人驾车 但这里却有车轮的痕迹 而且轨迹如此之深 足见敌人 是将他们毒倒以后 再用车全数将他们运走 不可能 以六大门派的武功 就算他们中了毒 也会奋力抵抗 来个同归于尽的 毒药有千百种 不是每一种都用来要人命的 六大门派中的毒 可能不会致命 但足以让他们手脚酸软 运不出内力 难怪 他们毫无抵抗之力 束手就勤了 什么毒药有如此功效 那肯定是逍遥天兰的 没错 是逍遥天兰 向王主也知道 这毒药的出处 云天之巅 云天之巅 公子羽 不是的 肯定不是云天之巅的 周姑娘 我们盟主出言向来严谨 他如果说逍遥天兰出自云天之巅 那一定没有错 我 我说不是就不是 傅大哥 傅大哥 你也遇到过逍遥天兰 那明明就是点仓派的毒物 你可千万不要去招惹云天之巅的人呢 我母亲出身魔教 精通各门各派之毒 而点仓派并没有这样高明的毒药 反正六大门派都看你不顺眼 再说了 救人应该是武林盟主的事 你干嘛要去管他们 不 我管定了 可 可他们中间有很多的都可能是你的杀父仇人 你干嘛要管他们的死活呀 他们是生是死 我不在乎 只是当年我父亲的冤案有太多隐情未明 我不能就此让这些线索不明不白 可是六大门派的人被抓去了那么多 你一个人哪敌胆得了那么多人呢 再说了 这是生的离奇 依我看 也未必是云天之巅的人干的呀 还有一天 丫头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你看这是谁呀 平姐姐 平姐姐 是我灵儿啊 你忘了吗 你来啦 叶大哥 他好像看到我 很高兴的样子 周婷 怎么了 难道是冯雪 他出事了 傅大哥 傅大哥出事了 你赶紧去救他 快点啊 等等 等等 你先告诉我 发生什么事了 六大门派的人 都被抓走了 傅大哥推算 应该是云天之巅的人 干的 他竟然傻到 要去救他们 我能理解 他为什么这么做 如果这些人一死 那所有的线索 就全都断了 可那是云天之巅的人呢 云天之巅 四大使者 无疑惊人 使者尚且如此 他们的主子公子羽 就更难对付了 事不宜迟 是 我们立刻去找傅宏玥 走 我不去 姐姐 你不去 你不是最关心你傅大哥的吗 以前他有什么危难 你总是一马当仙 挡在最前头的 我身体不舒服 我 我不舒服 你怎么冒冷汗啊 你别管我了 你赶紧去救傅大哥 好了好了 灵儿 你看着周婷 她今天有点怪怪的 云姐姐 先 keto 哪儿来的外门邪道 不敢出来见人嘛 有种的出来啊 出来 快 姑娘 你是 奴家就是你所说的歪门邪道 你不是刚刚叫奴家出来吗 奴家这就听你的话 乖乖出来了呀 你妖女 女施主 你为什么把我们六大门派囚禁在这里 意欲何为呀 怎么不见峨眉派的途中 你把了阴师太困在哪儿了 怪不得方丈看不上小女子 原来大和尚还是喜欢尼姑啊 看你这么关心他们 我就大发善心告诉你吧 峨眉派的众女泥们 我全把她们卖到妓院逍遥快活了 幽女 别在这儿胡言乱语 快说 你把了阴师太太们困到哪儿了 我能把她们怎么样呢 峨眉派的众女泥们全都安然无恙 我主子碍于男女有别 所以将她们另求一出 是 红扇姑娘 神宫的妙峰使者已经来到紫云分舵了 神宫的妙峰使者 这么快就到了 那咱们快去迎接吧 是 太師了 方长 刚才她说 神宫的妙峰使者 那是什么门派 熨天之殿的公子羽 此人将武林门派的名谱弄到手 掀起了一阵纷扰 现在终于忍不住出手了 言语 芸天之巅紫云芬堕酱燕南飞 恭迎神功圣史 比宣誓 好了 都起来吧 谢圣誓 你们可以退下了 是 妙风圣使 有何吩咐 叶南飞 这回您一举擎获六大门派 鞠躬绝尾 想必主上会对你另眼看待 这样 不用擎沙附洪雪 便应该会获得阴阳生死符的解药 日后 主上称霸武林 你就是他坐下的第一大功臣 这一切 全是你替我精心策划的 倘若不是你提议我在通天谷出手 我怎么可能一举擎获六大门派 你不要再分舵多耽搁 速速将六大门派送往云天之爹 听后主上发落 我还有事要先走 等你的好消息 好 公子 妙方圣使既已下令 要将六大门派送往云天之爹 奴婢现在就去准备 那么着急干什么 最大的鱼还没有捕获 不用急着收网 最大的鱼 公子是说 要等傅宏雪来救六大门派 然后将傅宏雪一并掳获 不过 可是妙方圣使已经下令 让我们不得耽搁 我不会耽搁 等于抓到傅宏雪 我就尽快把他们送往云天之爹 可是明月新姑娘在神宫中的位阶 比公子还高 公子难道不怕 有什么好怕的 她明月新的位阶再高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还没有想起了 两个人 FORWARD 在月下 我还能 comble 像鱼 我还要起了 钻 和你还要起了 这一切 你还要起了 是因为你地 没有 educated 我还要起了 我还没有起了 我们这群人 只不过是公子鱼 养的一群奴才罢了 老远就闻到你的臭味了 我当然没有包子香了 我说你这人啊 怎么老闻些不该闻的 你来干什么 周婷告诉你了 是啊 还不是怕你寂寞 在这里等很久了 不饿啊 吃包子 我不饿 我在等我要等的人 他们应该肚子饿了 来 来 来 帮帮我 哦 聪明啊 他们抓了这么多人 总不能不吃不喝 在这世纪上 唯一的米粮店前守住带兔 是最省事的方法 是 点子上门了 听姐姐 你怎么能确定六大门派是被关在这儿啊 嘘 别多问 我就是知道 走 你们是谁 哎呀 这么巧啊 快走 姐姐 想不得你武功这么厉害啊 别动 说 六大门派的人在哪儿 梁士泉搬进来后 立刻将大殿关上 傅宫雪真的会上门吗 公子说他会到 他就一定会到 不管他什么时候到 只要他踏进这殿里一步 他的死期也就到了 我到了 你们的死期也到了 陆伯雪 既然来了 为什么不进来 想要我进来 你先拿下面具 想要见我的真面目不难 只要你进来杀了我 自然如你所愿 你也有害怕的时候 你这个墙是南极磁石打造的 没错 任何金刚制的兵刃 遇到这磁石做的墙 便毫无用武之地 你现在没有了灭绝十字刀 就只是一只被拔了毒牙的小蛇 毫无用处 你现在没有了灭绝十字刀 木剑 卑鄙 兵不厌仗 木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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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没事 这天杀的父红绝 要是为时我能躲过此难 我一定将他千道万挂 师父 你为何断定就是傅鸿雪做的 不是他是谁 我们峨眉派从来不与人结仇 只有这次蝉雪大会 才和傅鸿雪正面冲突 再说这毒物如此奇特 除了他魔教的母亲 花白凤崴 天下还有谁能治得 师父 我看那傅公子为福报仇 真情可感 着实可怜 住口 这个人为父报仇 不择手段滥杀无辜 这种奸人 任谁也不会放过他的 丑尼姑 敢这样说我的傅大哥 看我怎么整你 来 惹 姐姐 拿个马桶干什么呀 别说话 跟我走 二位姐姐 你们辛苦了 你拿着马桶干什么 快走开 熏死人了 我也没办法呀 这上面交代的嘛 让我送个马桶过来 说怕那些老尼姑憋不住 在西乡房里面胡乱接手 把咱们饭舵都给弄臭了 二位姐姐 你们知道吗 这老尼姑上厕所啊 最心最臭了 有这样的说法吗 那可不 尤其是那个了阴师太啊 他脾气可大了 那个味道 能把死人给熏活了呢 混账 一派胡烟 那 劳烦两位姐姐送进去 这个 也难怪这味道确实不好 不如这样吧 我们两个把马桶送进去 二位姐姐到前殿守着去 好不好啊 那感情好啊 赶快进去吧 哎 行 动手 走 各位师父 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刚才是这样的 我们呀 为了取信敌人 言语上 都有得罪了 这是权益之计 凭你岂能不通情达理 女施主 您可否到得了解药 快给我们服下吧 哎 这解药可不是服的 是闻的 有道理 有道理 独有鼻入 解毒 应统一途径 那解药现在何处呢 哦 在这儿 啊 啊 啊 这不是 哎 此地不宜久留 赶紧解毒 赶紧解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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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李飞刀的飞刀幻影 你终于认出来了 你终于认出来了 叶开 傅红雪呢 我们在这儿打了老半天了 那你说 他会在哪儿 哼 你们今天休想救走六大门派 哼 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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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给解药 你先给 肉打门派的人功力恢复迅速 我们不宜连战 快走吧 啊 啊 哎 石剑西 西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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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你吸的不对吧 没错没错 就是这样吸的 那你乐什么 是不是感觉 不管怎么吸 都没什么效果 你们都被我骗了 我哪来什么解药啊 这就是一瓶胡椒粉 你 我什么我 谁让你一路 欺负傅红雪的 你还把那些 子虚乌有的罪名 统统扣在他头上 你知不知道 他从小就没有了爹 已经够可怜的了 你们现在还摧毁 他父亲在他心中的形象 你们这么做 简直比杀了他还残忍十倍 婷姐姐 婷姐姐 你别生气了 咱们走 这样就走了 那师太他们怎么办啊 我不去找解药 难道咱们两个 背着这群尼姑去逃命啊 婷姐姐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不会丢下他们不管的 你在这儿保护他们 我去找解药 那你要小心啊 知道了 你这么快就来了 你不是怕鬼吗 我是怕鬼啊 不过我更怕你打不过鬼 我是来帮你打鬼的 谢谢你 谢什么 我还没打到鬼呢 谢谢你 整了那个老尼姑 让我看了一场好戏 你说这件事情啊 傅大哥 你你会笑的 你笑起来很好看 再笑一个再笑一个 这是逍遥天兰的解药 你这么快就拿到解药了 赶快拿给师太他们解毒吧 还是你拿过去 也让那个峨眉派的人欠你一个人情 以后那个老尼姑就不敢再为难你了 了因奈何不了我 你才需要这个人情 你刚才怎么整人家的 好吧 姐姐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嗯 解 解药 拿去 各位师父 其实我姐姐 她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救大家的 刚才有冒犯之处 还请师父看在姐姐救人的 善意出众上 不要放在心上 我可告诉你们啊 这一药是傅红雪夺来的 你们处心积虑要她死 她却冒险来救你们 我看你们以后还好意思 再为难她 我不相信是云天之巅的人干的 一定是傅红雪在故弄喧虚 傅红雪向来独来独往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下属呢 物以类聚嘛 这群白雷到了一块儿就成了一丘之河 而且我怀疑险虚 而且我怀疑傅红雪现在 就在是紫云四里 我就知道是你 哎 我说陆少斌 你是没长眼睛还是没长脑袋呀 如果傅大哥他真是主谋的话 那还把开手的人都打趴下干什么 谁知道他玩什么花样 周姑娘 你可不能上当啊 闭嘴 解药都给你们带过来了 还能有什么外主意啊 解药 我看是毒药吧 哎哎哎哎哎哎对对对 就是毒药 哎哎我先毒死你再说 不要 不要你的药 傅狐雪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你 这这这 快 奇怪 六大文派都脱困了 怎么没看到疯红雪 叶大哥 叶大哥 哎 零儿 你也来了 没事吧 哎 他跟着我 能出什么事啊 四丫头 不说不来 干嘛连他都脱下水啊 你以为是我让他来的 是他说他担心他男人 再说了 我哪管得住 一个初恋少女的春心绽放啊 姐姐 就是 小无聊了 疯红雪呢 嗯 哎 没事了 太好了 快走吧 快 龙兜珠 好不容易跟他们化解怨仇 快追 哦 富大侠 江湖好汉 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龙某和青城派弟子 都蒙富大侠所救 如今 你要替杨大侠报仇 龙某毫无言言 动手吧 富大侠 当年龙某无信人言 以为令尊要回我掌门之位 所以才犯下罪行 如今后悔一万 如果富大侠不屑动手 那么龙某无信老断 富大侠 你这是什么意思 龙掌门 当年虽悟行人言 但终究非守恶 那梅花令主 才是幕后的主谋 记得 晚辈虽然出出江湖 但也知道善恶黑白 如果龙掌门知道 这梅花令主是谁 请会以告知 洪雪 从此不再追究过往 此后青城派由拆遣晚辈之处 晚辈愿认受拆遣 不畏辛劳 傅大侠 这梅花令主 我真的不知道是谁 但你见过他的笔迹 你更知道他派何人送信给你 有了这些信息 你应该可以推断出 那幕后主使是谁 那年送信过来的是 竟然是他 到底是谁 你快告诉我 可是 无凭无据 我不好乱说 龙长们 家父寒冤而死 家母寒心如广 二十几年 晚辈报仇 不只是为了父母 还求天地间 给一个善良正义的人 一个公道 傅大侠 是龙某太自私了 请请 傅大侠 这梅花金令的主人 就是 谁 龙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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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弥陀佛 傅宏学 你为什么要杀龙长们 谢恨 当初你为什么要救他 天哪 傅大哥 怎么会这样 人不是我杀的 方 大 lent 救我 死 你 大家 来 没脸见人的人 你是谁 小子 你追不上我 臭小子 你老子的武功胜你十倍 都能杀了他 你这点把戏 只能替你老子丢人现眼罢了 你在哪里 出来 你在哪里给我出来 出来 我们再来打 封魂雪 傅大哥 傅大哥 你怎么了 傅大哥 你 你 傅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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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让你将人速速送往云天之巅吗 为什么会发生现在这样的情况 我只不过是想锦上添花 制伏了六大门派在擒入傅洪雪 主上一高兴 会给我们更多恩赐的 我也没想到 没想到 没想到 你会坏我的大事 这算什么大事啊 不让主上知道不就行了吗 你不明白 我为了在主上面前给你邀功 我早早就把事情通报了神功 没想到 你竟然弄得一塌糊涂 云天之巅向了耳目众多 消息灵通 恐怕现在主上 已经派人来扮成恶令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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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我 你就等着受死吧 每个人 都想快乐 有多少人 可以拥有 人海中 你孕过谁 那个人 你一定没有忘记 有人说 要爱自己 往事不值得 再回味 还是会 还是会 想起从前 一个人在夜里 偷偷流泪 画画时间 画开画现 不用我开口 你都能感觉 你都能感觉 人来人往 过往云烟 只要我受委屈 你都在我身边 想起来 我想说 有你正好 有个人 可以拥抱 悲伤又 快乐又 你从没有 你从没有 离开过 你从没有 离开过 这朋友 到永久 到永久 都能感觉 都能感觉